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 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老说 很难接受一个蛮夷的女子 这些女子多数不懂汉话 交流起来很困难 而且中原王朝绝对不允许一个一族女子当皇后 掌管一国后宫 反过来说 嫁到一族的汉人女子 无论是隋阳帝阳广的亲生女儿淮南公主 还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 再或者宫女初 生的王昭君 在远家一族后 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而且对于中原皇帝来说 将汉人女子嫁过去 为一族首领生日育女 能够促进血脉的融合 将来一族的首领 是自己的外甥或者外孙 有利于中原皇帝拉拢 安抚这些不足 达到以一致意的目的 原因二 汉族女子嫁过去 才能带过去大量财富 先进技术第二个原因 便是一族希望 通过迎娶汉族女子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原王朝嫁女儿 那嫁妆是非常丰厚的 不仅是金银财宝 甚至还有许多工匠 农业技术 比如文成公主嫁入土藩时 赔价就相当丰富 除了珍宝 还有佛经 烹饪技巧 营造与工技术及六十余本 甚至还带去了治疗四百多种疾病的药方 以及无精种子 也许这便是文成公主在土藩 能受到热烈欢迎的真正原因 其实这些一族真正需要的是 中原先进产物 用来教化自己的子民 究竟嫁给自己的侍不侍皇 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而中原王朝 远嫁的基本都是宗室女 或者直接是宫女之类的 从汉朝算起 真正嫁到一族的公主 屈指可数 原因三 中原王朝总是被欺负了 那个最最令人的无奈的原因 每当和亲之时 中原王朝总是被欺凌的那阵 要么是一族不断骚扰边境 要么是一族对中原大帝虎视眈眈 要么便是中原王朝打了败战 只能忍气吞声 刘邦被围白登山 给匈奴首领送财宝 送美女 明知西族有一头靠气单 但为了稳定西族 唐玄宗依旧选择和亲 将年仅十岁的外甥女驾到西族 仅仅六个月便被砍头祭旗 也在所不惜 在比如满清时期 明明蒙古数次叛乱 但为了蒙古绑上自己的战车 清朝依旧将十四位公主驾到蒙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